嗨 大家好 我是瓦羅 嗨 我是姆士 歡迎來到我們公路標流 我們今天來推薦所有騎車的朋友 你如果想要出去長途騎車旅行的話 我會在這邊跟大家推薦一些 可以讓你騎車更舒適 更安全 更不會感情破裂的3C產品 讓你前後座聊天不會燒瞎的好東西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始 就是來推薦一下 根據我騎了快20年的車 欸 有那麼久啊 18歲拿家到現在 18年的車 然後還有就是國外幾次長途的旅行 跟各位推薦一下 我自己使用到現在 我選擇帶出國 進行這些撞油的一些騎車的東西 那第一個呢 我們就先來介紹 藍牙耳機好了 這個可以說是必備啦 基本上我會建議 你一定要有藍牙耳機啦 只要你是騎比較常在車上討生活 甚至就是你每天上下班超過10分鐘的 我都覺得你可以就是用個藍牙耳機 反正現在藍牙耳機開機了 就自動跟手機連了嘛 有時候電話來 你停紅燈 就都還不用特別跑去旁邊 就是停 不會在那邊 我到底要不要接 老闆打來 我到底要不要接 而且按一下就接 比手機撈出來在那邊 太方便了 就是方便很多 第二個呢 你如果就是前後座 跟情侶一起出遊的話 你有一個藍牙耳機 自然也會比較輕鬆 輕聲細語甜甜蜜蜜 不用在那邊回頭一直 蛤 你剛剛說什麼 我沒有聽到 然後你下車就吵架了 然後像我們這次帶去的話 就是卡斗這一台 卡斗這一台藍牙耳機的話 不用說 當然就是它有非常好的 就是JBL 然後還有它的降噪 然後它的Mesh 還有APP 對 就是你可以用 簡單的用手機 你就可以快速的操作 它的各種指令 我個人是非常建議 你騎車使用藍牙耳機 這個是必備的功能 從一千多塊到一萬多塊都有 那你當然預算夠 你就可以買好一點的 TEM 你的需求到哪裡 就買到哪裡 而且卡斗它其實最便宜的版本 我記得也 三千多 三千多塊 其實就有了 是吧 三千多 所以藍牙耳機是我們推薦的 然後我剛剛講藍牙耳機 跟手機是非常緊密的結合 不用講了 一定就是要有 手機架 那手機架 目前台灣兩大品牌 RAM 跟黑准 Takeaway 對啊 那我自己的話 因為在我自己從18歲的時候 我就用 用到現在 這一個 18年 我用了18年 去過北極 然後我去過阿拉斯加 美國 美國 越南 越南 然後還有巴爾幹半島 然後我在那個科索沃 給警察追 這些有的沒有的 真的用到現在 只有這個要換 還有這個 這個會斷 然後這個會斷 但是整個底座沒有問題 而且我記得台灣的保固是終身保 殘骸啊 什麼斷裂啊 什麼這些 直接這樣 那如果 譬如說像那個 彈鎖 它斷了 那個就是消耗品 那你就是 手機就這樣子夾上去 它有出非常多的底座 你可以加在 油杯 手把 後視鏡 甚至三角台 那甚至還有 油箱蓋 它有油箱蓋的版本 非常多啦 油箱蓋那個版本 我們就要建議放GoPro畫面超讚 汽車 它其實也有 它有吸盤 吸盤類型的 而且還蠻穩的 這一套RAM的系統的話 我覺得好處在於 它的擴充器非常強 現在有些人可能會選別的品牌 可是我自己覺得重點是 我這上面這個我可以換來換去啦 對 這個是我覺得相對方便的地方 然後你就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那個 你的導航了 老闆打電話來了 要不要接還是 那個詐騙打電話來了 就可以花掉 這樣子 有一個我覺得額外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的小祕訣 各位知道我在台灣 跟在美國騎車這樣子 重點長途旅行的時候 我其實蠻重視螢幕保護貼的 有時候正中午 或是夕陽在你屁股後面一直照 你的手機就會發光 重點是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來說 手機都會因為稍微會有點過熱 它不一定會說過熱顯示要關機 可是它至少螢幕會亮度會降低 它會調降 亮度一調降 然後再加上是大白天那個陽光反射的話 你基本上你就很難看到 你的手機的導航上面 到底寫什麼 而且如果你那個時候進了一個閘道分左右 你就 秘密二選一 幹嘛等一下是靠左還靠右 靠沒我要去士林就有數別 所以呢 螢幕保護貼這點方面 其實很多人好像不太會去聊這個 但是我這邊跟大家推薦一個就是 厚打抗反射螢幕保護貼 不是厚打 不是厚打 厚打 而且它是台灣品牌 它這一個螢幕保護貼 它是AR降低你的反光類型的這個東西 反正就開箱給大家看 它裡面呢 它有貼保護貼更愉快的那個叫貼模神器 打開給大家看 初學者也會貼的框框 不會讓你有犯錯的機會 它就這樣子 然後反正它對準準的 你就直接扣上去就好了 來我們貼一次給大家看 你看反正它這個就是它的號稱貼模神器 反正就讓你對的很準 然後你這樣還可以貼壞 你就沒有什麼好靠別 不要靠別它 好貼完了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貼就是傳統保護貼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抗反射的保護貼 各位可以看 現在兩個亮度設定是一樣高 我全部開到最強啦 可是這個其實有點難比 因為兩支的亮度本身就不太一樣 你會看得出比較明顯的是一個暗一點點 你可以啦 反正一支iPhone現在都兩萬七千多塊了 基本款兩萬七千多塊 你也可以買到五萬多啦 對啊 五萬多我還真的買了 這裡就有一個好不好 你基本上你手機都已經買到那麼好了 我是覺得你可以針對就是你這導航使用的話 你的抗反射的部分 你可以再買一個好一點的保護貼 它可以讓你就是在看手機螢幕導航的時候 不用那麼吃力 不用那麼吃力 不然有時候你儀表已經在炫光 你已經看不到你騎多少 然後你要看你時速 或看你區階的時候 你還看不到 我相信很多跑外送的應該都有問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裝什麼 壓扯帽 我去裝一支小雨傘 小雨傘 所以大家其實都有這個需求 那其實我會建議 你可以再買一個防炫光 可以試試看我真心覺得蠻有效的 我個人覺得啦 它大概有降低30%以上左右 而且至少你的眼睛會比較輕鬆一點 對啊 你不用一直看著你的手機 你可以專心看路 你不用在那邊 不用那邊很認真在那邊看 然後頭一台又很緊張 對 你就是在那邊看 然後有些東西是說 有些東西是說 這樣子對 然後再來呢 生活組的第一個 我個人會建議你出國一定要帶 延長線 欸你有沒有這個經驗 有時候你沒帶延長線 要拜託借我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你知道很多那個鋁管 它的插座孔 會設計在很奇怪的地方 桌腳下面 然後那個孔還朝下 然後你的那個線這麼長 然後你要這樣插進去插不進去 然後基本上你就只能坐在地上滑手機 而且知道在美國有一個很羈霸的地方 就是他們有一個很特別 他們的插座孔擦得很鬆 然後你的那個併壓器插上去有沒有 你這個怎麼 插上去 危險發言 美國人很鬆 美國人很鬆 真的喔 沒有騙你 它就常常這樣子喔 你就是這樣插上去 然後插上去它就 掉下來 所以你要戴什麼 大力膠袋給它貼起來 欸對 這邊直接用大力膠袋直接貼喔 好啦沒有啦 我推薦大家可以戴那個 就是延長線 那延長線你可以 反正你隨便買 但是我個人有點推薦 就是這一款 你確定 造型很特別 Magic Power Donut 還是什麼的吧 那它前陣子很紅 然後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有點 淡掉了 但是可能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在用 這種變壓器的關係 這個等一下再來講 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它這個可以這樣插 然後因為它是圓的 它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孔 對對對 所以它可以插六個 對 它都是圓的 所以就不會就是卡到 然後我拿一個我另外一個給你看 你看 而且重點是這個頭很緊喔 對啊 這個頭很緊 它不像美國人是鬆的啊 你看喔 好這個插上去 然後這樣子就不會卡到 好像很炫耶 然後它可以插六個 但是實際上可能沒辦法插那麼多 但是它這邊也可以直接用那個 USB 而且像這一款啊 我還蠻喜歡的 它中間這一個是我覺得最屌的地方 它這個就是多國的外用頭 你看喔 它就變成美式的那個三孔的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它這個就是歐式的頭 歐洲的那個插座 歐式的那個兩爪的 兩爪加一個那個 對對對 很炫耶 買一顆可以用很久 然後它這個就接下去之後 這一個就是再把它接到 又是另外一個頭 它自己也延長 它自己就是一個延長頭 然後它這有一個很酷的地方 它這個裡面其實是有保險絲 它這裡面有保險絲 這麼多機關裡面還可以放保險絲 對 我曾經用過一次 就是保險絲燒掉 它這裡面是有保險絲的 然後它這邊看到有沒有一個圓孔 這個圓孔就是我們的第三插座 這個是我覺得 帶出國好用 這個設計有超過一百分 這個是我推薦就是說 你可以在出國的時候 準備 你可以準備一個 然後你看這個就是備用保險絲 它還有一個備用的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燒掉一次 對 你可以燒一次哦 對不對 對你買多少錢 我記得一千出 這麼便宜 對 它不是很貴的東西 這麼多設計才賣一千這麼快 所以你就講 這一個叫那個POWER DONNA的樣子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推薦大家可以就是 出國一定要帶的一個延長線 你當然可以帶傳統的 格就很大一個 然後它收起來 傳統的不好帶 而且傳統的有時候不夠長 對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多孔變壓器 我這樣子說好了 這個東西要配著TAP-C一起講 因為呢 你看哦 我這麼多的拍攝的東西 像我的手機 手機 相機 相機 GoPro 藍牙耳機 電腦 我只要帶這兩個 我就可以從8樣產品 6356 啊對 但是 我這樣子講好了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經驗 我大概在2017年去美國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3C的充電包 多大一包嗎 這麼大包 因為相機 你要有相機的電池充電座 然後還有充電池的充電座 對 筆電 又有一個 筆電機有變壓器 然後你的手機 手機有自己的充電機 豆腐頭 iPad 然後還有空拍機 所以你全部下來 我的充電包 那麼大一包 一整個測量都在放充電包 可是現在到了這個年代 我就是這樣子 然後 延長線 延長線 然後 多帶幾條Type-C 長一點 8條 我就可以充我所有的電池產品 你剛才說 你很致力於把你的線全部用成Type-C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這個就是未來嘛 我就這樣子 那麼小 那麼輕鬆 我就可以充8樣 而且我這次帶的東西 還比上次多 可是我的總體積 反而 小很多 縮小了 我不用一到飯店 我在那邊 撈你的線 撈一大堆 好 然後而且有一個東西 我也是認為 我認為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這個年頭 如果還有任何東西 沒有辦法用機身充電 這個東西真的應該被淘汰 像空拍機也是這兩年才開始 機身可以充電嘛 相機也是 相機也是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有效的 減少你行李的大小 跟重量 我講這句話絕對有說服力吧 你看我掛成這樣子 任何一點點 就跟你的錢包 不允許任何一點點的碎屑 一定要吃光一樣 你知道嗎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個人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只要帶一個 延長線 兩個變壓器 變壓器 然後基本上 你盡量去統一你的所有的線材 統一你設備的線材 盡量全部都Type-C 或者是你這個接頭 我們可以講一下這個接頭 這個啊 因為現在其實Type-A也差不多被淘汰了啦 對啊 然後順便講啊 就是你知道像比較特別喔 像元寶他這次沒有任何Type-C的東西 他完全是Type-A 跟那個Micro-USB或什麼的 我超驚訝啊你知道嗎 我所有的Type-C的線他都沒有用到 對 所以他有帶自己的線吧 有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他某一條線壞掉了 我們還特別要去買 我非常致力啊 你看我的藍牙耳機Type-C GoPro Type-C 手機 手機不是 手機是那個 來死你 蘋果的 所以我一直講一句話 不是Type-C的東西 多他媽的是LUSB 他也多帶一條 對還要多帶一條 好 所以這個是生活組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非常有效的去增加 你進飯店的時候 可以找別人半個小時躺下來 迅速把這件事情做完 又不用起床衝第二次 對 你就可以一次衝到滿 你看就這樣子我可以衝八個 我跟你講在2017年的時候 這個東西根本不可能 對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是現在這個時代 真的比以前幸福多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進入拍攝組 好 拍攝組呢 基本上就是GoPro系統嘛 好 可是GoPro系統 我跟大家推薦一個 三顆電池的充電座 三顆電池充電座 而且他其實還兼讀卡機 他其實這邊是有一個讀卡機的 所以他可以拉出來變讀卡機 對 他可以接線嗎 要接線 接讀卡機 然後重點就是像我剛剛講 他本身是充電器 他本身就是充電座 本身就是一個行動電源的概念 他沒有行動電源 但是 他就充這個電池啊 就是他裡面沒有電池 所以 你要接線 對 接線這樣子一次你就可以充 三顆 三顆 這個對於GoPro就是非常 貧乏的續航力是非常非常 需要的 然後 你有必要的話 你只要直接這樣接 他這個也是讀卡機 然後他這上面還可以放兩個 記憶卡 記憶卡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的整個設計是有保護的 矽膠軟軟 矽膠軟 你丟到那個你的 籠力籠力 撞來撞去他不會花掉 不會花掉 而且他是 他這個蓋子是有鎖定 你一定要按才會打開 你不會說 打開來之後電池已經噴出去了 對 記憶卡也噴出去了 丟在你的車廂裡面 打開的時候 所有的電池全部噴掉 對 這個就等於是你一次可以充三個 而且這個不貴 700塊而已 對啊 東西 對這個很好用 好 那再來呢 就是你下巴 我會推薦 這個時候秀魚就有一個好處 因為市展率高 所以有人出這個 有一個出專門的就是 CNC喔 四型的GoPro底座 就是你可以看到完全貼合 他也有出他Z8 Z7 X14 都有 主要是主要的LGT 對LGT他都有出一個專用 秀魚都有啦 可以這麼說啦 直接裝 不用拿那個土砲在那邊做 在那邊就是要 那個就是黏很多層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只要GoPro直接 上去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你的GoPro就是可以直接 這樣子拍嘛 對不對 那GoPro的座 我個人還會推薦另外一個 來 那時候就要拿上來了 各位觀眾 GoPro的底架 我個人會推薦 你可以考慮這一個 就是 Nice Solution的 他的這一套夾的系統 他這邊有兩個孔 一個是大孔一個小孔 就是對應不同的直徑 看你要裝越粗的 你的直徑就買越大 然後他這邊也有分 小的夾管徑跟大的夾管徑 像這個我就可以用小的 那小的很重要為什麼 因為你看很多機車的後視鏡的 桿子就很小 你很細啊 RAM的那個就夾不住 因為他那個好像 他是管徑用比較粗的 他就夾不住 他比較像夾手把 那這個就很小 然後他可以這樣子 對就是你可以這樣轉 還有啊 你這樣子就三個軸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指向 任何的方向 而且你這裡也可以轉 對然後這邊呢 這個再加上他這一個 GoPro底座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子有沒有 他這個是一個磁吸的系統 首先你可以先 決定你這個要前後 弄好之後呢 這邊是一個磁吸有齒的底座 你看他是一個磁吸 然後他這邊有齒 然後我上去 對 接下來我就再把它鎖定 那我鎖定之後 基本上你不怕鬆 因為不可能鬆 假設我現在要拍自己嘛 對不對 我這個整個大概大方向架好了 我現在要拍自己 可是盡量不要像我剛剛這樣轉 因為他那個磁會磨平 久了會磨平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他本身有磁吸 所以你不用怕他 還有兩個保險的意思 對 有鎖有吸 這個就是GoPro系統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你可以試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專業 這很專業 可是這沒有會 一般人用可能可以考慮那個 Takeaway 他也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夾式 但是問題是他可以延長 對那可是那個夾式 沒有那麼多軸 對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這樣 這一個我記得這樣子 整套我記得1000出頭 1000多 那比Takeaway還要便宜 不到兩 我記得不到2000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Takeaway超過 今天介紹的底下的所有的東西 在底下都有相對應的就是 丟連結了啦 大家可以自己去啦 那我們這一次推薦的是什麼 第一個 剛剛那個夾具 然後RAM的系統 可是RAM到處都買得到 我就不用再貼了 還有CADO 藍牙耳機 然後還有Night Solution的這一個 還有秀宇那個下巴的 那個也蝦皮找一找就有了 極限Ether有賣 Ether那邊有賣 所以今天就大概是跟大家講 你只要有這一套系統 你有一個往前拍的 跟一個拍自己的GoPro 你這樣就OK了 這樣就可以 拍到你GoPro 飛掉的瞬間 對然後你就可以 拍到 基本上呢 就可以像我一樣 拍到12萬訂閱啦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呢 你有手機導航架 你就可以有很完整的 就是安全平安的出遊 然後再配上一個什麼 藍牙耳機 藍牙耳機 前後對講都沒有問題 那最後再配上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充電的方式 充電的方式 你基本上出去旅行 就不用擔心了 而且我個人是覺得啦 除非你是像我一樣 要走40天 然後要適宜工作的型態來出發 不然我覺得一顆 很夠了啦 一顆就夠了啦 因為你頂多一台GoPro兩台GoPro 那你的電池 如果是同一個型號 你只要充那個電池 你只要佔一個孔就好了 這個就很好用 就一個孔 因為你充三顆一顆又可以用 然後兩個人的手機 兩個人手機 而且兩個人手機搞不好 只有導航那隻特別耗電 對啊兩個人的手機 然後再來 比如假設手錶 對 捏破話曲 然後頂多再加一個平板啦 了不起了啦 差不多就這樣子 平板拿來追劇的 對 沒有生產力 基本上那個是你們 可能我晚上基本上我都是在工作的 好啦大概 基本上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得到 我覺得是一趟非常舒適的旅行 而且以我的經驗來說 這樣子是可以讓你是在 最小的容量空間 佔用的心理空間 是最小的 給你省時省力的know how 然後再來呢 可是最後就是說 這一套不一定便宜 但是這一套絕對好用 好用 因為可以花錢解決的 都是小問題 你知道最怕的是什麼嗎 就是買來不好用 幹的要死又再去買 然後基本上 然後最後你回頭看一下 你花過的所有的勇往路 比你 當初決定 直接買最好的錢還要多 還要多 我跟你講我們的經驗真的就是這樣 走了多少勇往路 然後看 20年前到現在 這個那個騎車的3C產品 有沒有然後 對啊 以前那個什麼行車具器 一直這麼大隻 對 你看然後我們20年來 3C產品 騎車用的3C產品 一直變換到現在 我們就覺得 現在真的很方便 花的那些錢真的都是 都白花的 對啊 所以跟大家講這一套 差不多你 你不用再多花了 你這一套照我的講 你大概可以用個三五年 跑不掉 沒有問題 對啊 而且每次出門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啊愉快 你只要一小袋 不過這麼說我告訴你 我覺得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在那邊打字還是什麼 你知道我最想念的是什麼嗎 想念你的辦公桌 對 我那個時候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我就是東西 就是我跟你講我桌子都給 沒辦法用 沒辦法用啊 然後我就是坐在床上還沒用 然後你知道我最討論什麼嗎 就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那個房間的燈 第一個常常都很明瞞 然後第二個就是色紋常常 這個燈跟這個燈的色紋 對不起 就可能你床後面是黃色光 對 然後旁邊的台燈是一個5500K 對 很難用 然後我常常在修圖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到底 顏色 修一修就眼鏡這樣 不是 是我現在調出來的顏色 是不是正確的顏色 然後所以我其實那時候在美國 我就很想念我的辦公桌 我的辦公桌要在那邊修圖 我的多有效率 然後再加上又有那個 BenQ那個螢幕掛燈嘛 那個螢幕掛燈那個補下來的時候 就是我的桌面 就是非常的均勻 然後我不是在那邊寫那個明信片嗎 對啊 欸我跟你講我寫那100多張明信片的時候 我寫完的時候 第一個兩個東西 第二個 腰酸背痛 你寫那麼多明信片你就寫給我三個字 欸我寫什麼啊 騎車吧 騎車吧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想念我那個 BenQ螢幕掛燈 就是幹嘛我那時候寫的話到底有多好 欸對我螢幕掛燈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我粉絲專頁 好東西 對我有拍照嘛 對那真的是好東西 那個整個就是用下來齁 你會覺得就是 我不用以前那種台燈了 回不去了 只是價格會有一點 好東西就是要有一分錢一分貨嘛 對不對 這題不是價格 問題是你沒錢 你沒錢啦 嘿嘿真的很可憐對不對 我們這種客家人 客家人只買好東西 只買好東西 好啦OK那今天3C產品 大概介紹大概就到這邊 大概就是可以到在底下下單 那這一集呢也特別謝謝 就是Hoda 不是Honda Hoda Hoda 手機架乾爹的字路好不好 那今天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期待我們週末的iPhone開箱啊 OK 拜拜 拜拜